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Beyond KOL这个频道 直到我们录这个program的这一刻 其实那个mid-term elections的结果就未出来 不过整体来说 大部分的人都会predict 应该republicans就可能很大机会 拿到house的control 但是senate那边就仍然是一个交着状态 可能都是50-50 现在很难去决定谁去赢 整体的结果就是这样 今天邀请了两位在美国 住了很久的中学同学 来说一下 作为一个美国人 可以这么说 他们今次大选有什么感觉 看到什么 有些特别是本地的人 究竟其实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不如先让司徒说 司徒有些什么observation 你觉得今次的mid-term elections 会觉得很意外 还是其他什么的感觉呢 我觉得今次都是比较有些意外 因为所有传媒都说 会republicans 会大比数赢 houseward和senate 现在似乎就是 比想象中 democrats 就拿回多些席位 很多人都说 之后说 是因为很多年轻人去投票 好像我女儿 今次是第一年可以投票 她都立刻赶着去投票 她又叫她的朋友去投票 可能年轻人很多时候 是比较 可能偏向democrats 那边 不可以说全部年轻人都是 不过 大部分的年轻人 比较接受多些 同性戀 或者种族上面 比较包容些 所以他们会投 democrats那边多些 我觉得 嗯 那你自己呢 除了这个observation 之外呢 我觉得 就 比较中间的 republican 我觉得 都有一些 不想投 某些 参选人 因为 背后很多丑闻 或者他们 很多时候 不是真的有舞弊 他们不停在说舞弊 盲目地去 支持某些 conspiracy theory 所以 我想有些比较 看得通的 republican 都不想支持那些人 所以我想 在那方面 都失了很多票 刚才你说的丑闻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specific的例子 可以 highlight一下 有些什么人 我就想起 都有两个 在今年参选 一个是Florida的 Matt Gates 他就 已经被人查 跟未成年少女 有关系 但是他又选到 好像刚刚 好像昨天看到他选到 另外那个 Herschel Walker 在 喬治亚州 选 選 他 现在就50-50 就是过不了半数 所以就要去run off election 他是一个 之前是打未懂足球员 那他 他的政綱就是反墮胎 但是后来一直在选 就不停在那里爆滑 叫他 女朋友去墮胎 而他女朋友或者前妻 也都出来指定 他叫我去墮胎 但是他就 之前就一直在说謊 不是啊 不是啊 但是后来有人出来之后 他就说 那些 就是 旧时的事情 我不想说了 但是这些人都照顺他 这件事也都越来越极端 我觉得现在 在这个美国的社会 因为大家分得太过 藍和红 分得太过 对立 所以 很多人 根本就很憎恨 第二个政党 那就不管自己政党的参宣人 是有什么 资格啊 或者有什么 经验啊 或者有什么道德啊 或者有什么 他都照顺自己那边的人 我觉得 那Eric呢 Eric呢 这次有观察到些什么呢 其实 我看了这么多年 通常那个 conventional wisdom 是 主流派 第一个mid-term 是会输得很厉害的 奥巴马 Clinton 就算Bush 输成六七十席 所以其实 这个是 挺unconventional的 result 因为 每个都想着 是会满江洪 现在是叫做 可能 一滴血两滴血到 那 所以 拜登是这么开心 是有原因的 那 我跟你之前说过 是那个 supreme court overturn了这个 Roe versus Wade 其实 对今次的mid-term 是挺大的 effet 很多platform 是 defend abortion right 都会赢 比如Michigan 就是这样赢 比如说 Messachusetts governor 是第一个女人 第一个是 openly gay 的女人 选到 Arkansas 第一个女人 选到governor Maryland 是第一个黑人 选到governor 就是很多 first的事情 其实 都挺progressive 我都想不到 会 这个election 是会有这么多 first 选出来的 还有特朗普 endorse 那些 很多都是 election denier 是democrat 抽票 或者改票 那些 其实 很多都 今次 result 都不是那么好 很多人 是 看过 1月6日 committee 那些result 还有很多 investigation 觉得 如果我们 support 那么extreme 那个position 就会有这样的事 所以 看到很多人 是不support 这个election denier 那些candidate 不代表 他们突然间 不保守 突然间 不是共和党 他们觉得 这个 不是一个政策 可以sustainable的政策 始终你 美国人是很相信 democracy 所以 我觉得 是 这个election 是显示到 大部分人 是肯 离开 那个很extreme 的position 是开始 是 based on the issue 就是可以 anti-abortion 可以pro-gun 但是 你不是说 我要消国会 啊 开始 去回 中间 不代表他们的position 是突然间间 温和 但起码是肯 肯定是 based on the issue 不是based on Trump 就是我 就是 有少少回归理性 就是 少少 起码 少少 是这样 好多 好像你说 很激烈的一些 issue 似乎真的出来了 就是从你这样的 描述里面 就是 起码 上一次 所以 那个 presidential election 这个issue 似乎 不是很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好像两年之内 好像 那些东西 全部出来了 那样呢 那 其实 这个是 少少 republican 做出来 因为 Trump 最大的成就 就是 製造了 保守的 supreme court justice 两个半 到supreme court 所以 这两年 supreme court的 result 譬如说 枪械 就是 纽约那个禁枪的例 被supreme court overturned了 Roll vs Wade 被supreme court overturned了 所以 其实 很多时候 你那个选举就是 针对 那个court的decision 那现在很多supreme court decision 是保守那边 那其实变回很多liberal的选民 会出来 会保护回他们觉得他们的right 会被影响到 那现在就是 这个abortion 其实就 在ballot 来说是挺重要的issue 其实 有很多政治评论就说 今次似乎 Trump Trump失了世 他那个势头好像没有大家之前 predict得那么厉害 甚至乎有些人觉得 他的气势弱了 其实他是不是真的失了世 还是这个是假象 还是怎么样 现在这次 其实大选来说 这次的mid-term来说 大赢家是Desantis Desantis Desantis是大胜 你其实看 behind他的decision Desantis 是比较上moderate 一些的republican 一直都有说 他是mini Trump 一路都说 他说话 做那些事情 都开始是好像Trump 但是比较 温和一些 没有那么狠 没有那么狠 就是不会到处去笑人 或者帮人改花名 就是他比较conventional 一些 还有他 早前不是传出来 那些难民来到美国 他租一些飞机 把他们送去Massassachusetts 不知道是不是听到的 还有去到New York 就说这些是liberal的城市 你们这么喜欢保护它 你们就收留它 那么他就拿到很多 他们保守那边的人去支持 就觉得哇 你很勇啊 你肯 连这么出位的事情 你都做得出 就是他觉得 如果你做总统 或者你带领我们 就是我们保守那边 就有希望 几个月前 我跟那些人说 我认识那些人 我问他 你会不会又选Trump 可能又出来选 他说不会了 我选The Santos 就是如果选总统 他说 所以那时候已经 我也觉得 这个可能是Trump的大敌 最近你都听到Trump 都开始有一些 不妥的 The Santos 开始 给他改发名了 已经 还有今天好像 New York Post 是不是说 Humpty Trumpy 就是说他那只鸡蛋 是 那已经 那个是 supposed 是很pro-Republican的报纸 它是 Murdoch那些报纸 是吧 是 如果连那些报纸 都开始 叫Trump 我想 都 会将 这个趋势 是会开始 离开Trump 我觉得 嗯 最后问到一件事 就是 就是 阿斯道都说 就是说 其实Trump 和 Bryden的选择 基本上 就是说 美国现在很 那其实 今次 你能看到 那些人更加 还是 开始 就是 有少少 我说是复和的 但是起码 好像关系 没有搞到 那么 拖行 就是又会冲击国会 那些 就是好像 这个现象 是不是有少少 缓和了呢 还是 其实那个撕裂 仍然很严重呢 我觉得 一天有 社交媒体 或者这些 网上的电台 不停在那里吹嘘 不停在那里 重复那些 谎 或者 无中生有的事情 就会令这些人 不停在那里 很生气对方 也会制造很多矛盾 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网上的 那些节目 某些节目 就是特意去 因为可能 求点击率 他特意去说话 去煽动 根本上是 某些人去搞事 那么 那些社交媒体的公司 好像Facebook 或者什么 他重复又重复 Echo Chamber 不停在那里重复 他们想听的东西 也都 对事情 没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 所以 我问一件事 就是 你听过 最荒谬的一些谣言 是什么呢 其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太多了 似乎 Tom Hanks 喝血 Democrat 是反义而同 Hillary Clinton 又是 又是 亂同僻 就是类似那些 很多奇怪的事情 就是去到这样的程度 可以去到这样的程度 是 我跟你说 最新的那个 是 你知道Pelosi的那个husband 是上个礼拜被人襲击的 是 是 现在有一个人就说 其实那个人呢 是他的 gay lover 来的 他找他想复合 一言不合 那两个打架 其实是两个 这个是三角恋来的 已经是到了这样的程度 亂作一些东西 根本就是无忠心 有去 攻击对方 有些就是 攻击他自己 但是真是什么都有 就是 有些人是真的会相信的 这些 那我想再问一句 其实你就是在什么渠道 收到一些消息的呢? 司徒呢? 我 我 你不会特意去看的 就是你不会特意去看的 那些网页 是不是 不会 就是 就好像 Eric 刚才说 Pelosi 那个丈夫 Paul Pelosi 那件事 就是 其实 普通传媒都会开始 之后会开始说 有些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有些这样的人 开始报道 这些事情 开始传这些事情 就是你会在正当大的传媒 你都会开始 扔出来 有很多事情 可能我们完全没听过 因为我们根本是 不会去那些网站 或者QAnon 那些地方 他们有太多 古灵精怪的东西 有时候你看一些 comedy show 他可能会拿些东西出来笑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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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 Colbert 那些 就是你会在那些地方 有时候他会 拿某些东西出来笑 你会觉得 原来他们有这样 或者JFK Jr.说 还在生 那些 你有没有听到? 他们有一班人 在Dallas,Texas 那里聚集了很久 就在等JFK Jr.走出来 就是他们说他会出来 跟Trump 做Trump的副手 去run 下一次总统 他们的传言就是说 JFK Jr.那时候 不是撞击死的 他只是假扮死而已 就去逃避Deep State 因为他觉得Deep State 就是杀了他父亲 所以他就在多年里面 躲起来 去反Deep State 跟Trump 就有联络的 就帮Trump 现在就快要出来 帮Trump去重返政坛 你看他信不信 我想澄清这些全部都是一些 偷偷的理论 不过我只是告诉你 这些例子 因为事实上 我真的没有听过 因为我想我始终不在美国住 所以我不能够 接触了这么多这些媒体 不过也多谢两位 说了一些 那么匹夷所思的资讯给我听 其实时间又差不多了 很多谢两位上来 帮我们谈了很多 关于美国的选择 延伸到一些 大家都可能 不是很想象到的一些议题 那么今天时间差不多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